它能说持身 持身的性体跟世间平等平等 这就是它的能观的所观的机 能观观所观的机 所以叫普入 普入一些众生机 普入世间是正报和一报 正报是友情 一报所依的 所依的 正报所依的 所以它普现宫殿 你得有个住处 住处就你现一切宫殿让你住 但是都有缘的 咱们住的还是咱们自己的房子 还得花钱买 你自己干 这是意念 是他修得的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随蒙雷泻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消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梦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学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学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 各种的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 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 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时世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 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 中华护生协会 新星期里的宗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猫咪和狗伙伴 猫咪淘淘 白狗阿哲和黄狗阿斯 原本生活在一起 然而他们的主人老约翰去世后 他们三个便送到了老约翰的侄子 小约翰家里 你看你那个穷鬼叔叔 钱一份没留给我们 却给我们这么三个东西 你看那只白狗都老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留着有什么用 养着真是浪费我们的食物 你别生气嘛 气坏的身体不值得的 没有用 我们就把它扔掉好了 没错 扔掉它 还有那只黄狗 你看它的样子那么凶 万一咬到我 那可要怎么办呢 一起扔掉好了 你不喜欢的话 那我们把它们都全部扔掉好了 嗯 狗我们就都不要了 我们就养着这只猫好了 那只猫感觉还很机灵的 留着不错的 没问题 我听你的 明天我就把这两只狗丢掉 你难道不知道狗认识鹿吗 万一它们跑回来 那要怎么办 不如弄点毒药毒死它们好了 这样就不会有后续的问题了 啊 好吧 那听你的 明天我就去买点毒药回来 阿哲 这里不能待了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为什么 是啊 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安顿下来 为什么又要离开啊 这家主人不喜欢你们 它们想用毒药将你们毒死 啊 怎么会这样 涛涛 我看 它们对你挺好的 尤其是女主人 挺喜欢你的 怎么又要将我们毒死呢 它们想要毒死的只是你们俩 我没有的 原来这样啊 那我们俩离开这里好了 涛涛 既然它们喜欢你 你就留下吧 要知道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是非常辛苦的 不行 我们是朋友 要走一起走 就这样 猫咪涛涛和他两只狗伙伴离开了小约翰家 朝森林里走去 穿过森林 它们就能回到老约翰曾经居住的小镇 啊 阿四 你看阿折的情况不是很好啊 是啊 他这么大的年纪 走这么远的路 离开我些辛苦的 阿折 阿折 你这是怎么了 阿折已经昏过去了 他太虚弱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要给他找一些食物来吃 对 我这就去找吃的 阿斯真是急性子 他是想要捕猎吗 我记得那边有一群猎人的帐篷 我看不如去那里碰碰运气吧 看看是否可以找一些食物回来给阿折吃 补充一些体力 就在桃桃和阿斯 离开这里没多久 一只小狗熊 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他发现 倒在地上的白狗阿折后 立刻兴奋地冲了过去 太棒了 竟然白白捡到这么一只大狗 一会儿妈妈来了 我就和他说 这是我捕抓的猎物 喂 你快醒一醒 我可不吃死的 啊 狗熊 哈哈 你终于醒过来了 太好了 你可不能死掉啊 我要亲自叫你咬死才行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嘿 哎呦 好痛 救命啊 还想跑 你跑得了吗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啊 啊 不好 你这个笨熊 快放开他 哎呀 哪里跑来一只野猫 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我咬死你 嘿 好痛啊 你这只野猫快给我下来 小狗熊的双眼被血蒙住了 他又痛又怕 大叫着想把小猫甩下来 但是小猫陶陶灵活地用后腿紧紧钳住小狗熊的身体 就在这时候 就在这时候 一声巨吼 高大的母熊从丛林里窜了出来 妈妈 妈妈 快来帮我 快放开我的孩子 啊 危险 妈妈 好痛啊 我的头受伤了 可恶的家伙 可恶的家伙 竟然敢抓生我的孩子 可恶的猫 出来的话 我就把这只狗踩死 桃桃 不要管我 你快走 给我闭嘴 大笨熊 你欺负他算什么本事 用能耐的话 就来对付我啊 可恶的猫 我要把你踩成肉酱 桃桃 不要管我 你快走啊 桃桃 我来帮你了 一只狗 一只猫还想和我对抗 今天 我们把你们全部踩扁 猎人 是猎人来了 可恶 竟然有猎人在这里 今天算你们命大 孩子 我们快走 阿哲 你没事吧 还好 没什么大碍 谢谢你们救了我 阿哲 来 吃点东西吧 谢谢 如果今天没有你俩的话 我可就死定了 阿哲 你太客气了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的嘛 过去你也是帮我不少的 是啊 阿哲 你赶快休息休息 补充一下体力吧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是啊 如果我们的主人还活着的话 我们也不会落到这般处境 没有主人 没有家 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会很难过的 咦 这不是刚才那只猫吗 你看 你给他的香肠还在这里呢 难怪我给他香肠他不吃呢 原来是带到这里给这只受伤的老狗吧 真是罕见啊 猫和狗竟然能和睦相处 陶陶 她这是在做什么 我想 她这是想让这些人将我们收留 这只小猫蛮可爱的 不如我们将它抱回家吧 看来 这两只狗也想跟着我们啊 这只黄狗看上去还蛮健壮的 平时打猎还用得上 可是 这只白狗实在太老了 一点用也没有 是啊 那我们就带走黄狗和这只猫吧 你这只老狗走开 我们可不需要一只什么都做不了的狗 阿哲 你别走 你们跟着他们走吧 我老了 没用了 没人会愿意收养我的 哎哟 看来他们俩是要跟白狗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啊 哎 看来他们三个谁也离不开谁啊 猫咪陶陶 白狗阿哲和黄狗阿斯 他们三个团结一心 终于穿过了那片丛林 来到了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 太棒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是啊 还是这里好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味道 啊 我们的房子怎么被拆除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家没了 哎呀 你看 这不是老约翰家里养的那两只狗和猫吗 是啊 他们不是送到老约翰的侄子家里了吗 怎么又都跑回来了 我想他们是舍不得离开这里吧 他这是要做什么 我想他应该是看到老约翰的家被拆除了 所以想让你收留他吧 可惜我家里不能养宠物啊 那就让陶陶来我家里吧 我正想养一只猫呢 哎呀 你们俩过来做什么 我想他们三个应该是不能分开的 要留一起哟 否则他们也不会跑那么远的路 一起从老约翰侄子那里一起跑回来的啊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养那么多宠物 你们来我家吧 我欢迎你们加入我的家庭 阿姨 你不是只想收养一只猫吗 现在可好 两只狗也进了你的家门 而且还有一只没什么用的老狗 他们三个友情实在让人感动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有时候就连我们人类也做不到这一点啊 所以我想安顿他们 可以让他们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的 嗯 您真棒啊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中文字幕作词 《非诚勿初》 影片分享 回答《非诚勿初》 次回讨论撒 回答的